另外歌手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来到了上海站 特别选在520这一天开唱 梁静茹感性地说 看到歌迷好像看到旧情人一样 特别演唱了分手快乐 而同一天歌手田富珍则是突然爆料 说未来可能不再举办演唱会的讯息 吓坏不少歌迷 梁静茹520这一天一开唱 却先祝大家分手快乐 梁静茹在上海开唱 吸引3万名观众超胜 一年演唱多首经典情歌 梁静茹还感性地说 见到歌迷就像见到旧情人 演唱会延宕三年 选在520正式回归 而田富珍则是在同一天抛下震撼弹 宣布下一场演唱会是毕业典礼 拥有高人气的田富珍演唱会常常爆满 520这天却突然发文感叹 经历不少突如其来的变化 未来有没有机会 这一半演唱会是未知数 每一场的歌唱都是无法复制的一起一会 现在有机会站在舞台 就让他没有明天的歌唱 觉得人生无常 田富珍决定未来的每一场演唱会 都当作最后一场全力以赴 记得这么报道